hello 大家好 平时很多老铁 咨询我如何快速的学习开关电源的维修知识 在这里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学习开关电源 这个维修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电源的来能去脉 也就是说 它的每一个功能电路的特点 以及它的特征 从而把握这个电流的走向 以及每一个源迹键 特别是关键源迹键的功能作用 在开关电源电路当中 我们以这个开关变压器 为界线 成针剖开 就分成两个大块 上面这一大块 我们叫做高压区 高压区以滤波电源器为界线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上面会形成一个300伏的直流电压 这个300伏的直流电压 就作为我们这个开关电源的主电压 同时 同时在整流输出 滤波电压当中 又会引出一个支路 这个支路叫做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产生的启动电压 去推动这个开关电源管理芯片 其次工作 所以这两大电压都是我们这个高压区的主要电压 我们务必要搞清楚它的电路结构 在实际运营当中 这种开关变压器 我们是很容易进行辨别的 同时 以开关变压器为代表的开关整弹电路当中一个开关管 我们也是很容易识别的 这个管子往往安装在这个开关变压器 开关电源在外壳上 并且有这个夹片楼钉把它锁住 目的是让它的热量散发出去 提高整机的工作稳定性 更多的开关电源支持 可以点击下方小房车 会进入每一灯主页 专栏里面 精彩视频不断 欢迎大家进去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